六月和李懿 將在六月十八日結婚 但是小兩狗過得太甜蜜 身材逐漸性浮肥 當初訂的婚紗 現在已經穿不下 我去訂做禮服的時候 是四月中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有比較胖一點 是二十三點多快二十四 然後那時候我就發笑好語 我就跟詠菁姐說 我禮服要做二十二吋 我有信心在我婚禮前 一定可以穿到二十二吋 前幾天去試穿禮服的時候 我破二十四吋 為了要當美麗新娘 六月開始實習魔鬼獸 也就是說她要在十六天之內 再瘦五公斤 才能塞得進禮服裡 就是早餐吃最多 中餐吃最營養 然後晚餐吃最少 那我現在已經執行到 就是八點之後都不吃東西 六月結婚禮 城市伴娘最近也陷入熱戀期的她 會不會帶男友出席 見席婚禮呢 我先好好當好 當好我的伴娘吧 還是說你見席 想要不要這樣 見席喔 這個 我覺得 對 六月婚前發胖 小富突出 對此陳柏玲有另外一番見解 六月也幸福是誰 有嗎 還是誰 想要不要 去幫你 你還搞不好懷孕啊 我不如 陳柏玲臭嘴爆料 只好趕快再抱一下 一級娛樂主持人 黃子嬌的大腿 將功贖罪 這嬌嬌會看到對不對 對 我們昨天巧慮 那個你應該要幫我 修飾一下 你今天戴的帽子蠻好看的 老師你要看 他每天戴帽子啊 所以 不然就是法辯啊 對 一天是劉怡昌哲明 張哲祥 陳拓宇採訪報導